Youtuber講話飛快 因為影片播放速度被調快 這樣能get到意思 追局追一追 這個段落自己覺得還好 立刻用串流平臺的倍速播放功能 1.5倍按下去 對Z世代年輕人來說 我們一出生 就是可能有手機家電腦什麼的 所以其實我覺得我們很在意 在同樣時間內 你可以獲取多少資訊 所以例如舉我自己為例好了 就是我看去的時候 我其實還蠻長 就是正式轉1.5 或將近兩倍速再看 就是我會很快速的看完 我想要看東西 然後我朋友比較病態一點 就是他通常看劇的時候 他會跳到劇情最高潮的時候 看就是可能是愛情劇 他就只跳到他們在一起的時候 熱戀的時候 但前面風風雨雨 曖昧期間就不會看 我覺得是我還蠻多朋友都會講 挑自己喜歡的重點看 Z世代出生在網路 蓬勃發展的時代 每天都得接收大量新資訊 追求夠快 夠潮 跟得上流行 日本將這個現象稱為TP值 叫做時效比 也就是短時間之內 能快速完成多少事情 高中生 大學生積極追求TP值 像是三分鐘聽完一首歌 五分鐘快速健身 追劇用兩倍速播放 日本人還稱這叫做倍速試聽 影視內容投資方早就發現這個新趨勢 他們觀察到年輕人大部分都在 在OTT平台上看片 注意力通常是二十五分鐘左右 一集故事最好在二十三分鐘內說完 剩餘時間才是給片頭和片尾 超快速瀏覽 IG 短影音功能 最長就是六十秒 二十四歲的上班族 魏小姐說他們這一代喜歡效率 真的超快速的瀏覽 所以那個影片如果在前面我覺得很無聊 可能前五秒很無聊 就會化掉 我們真的比較習慣看圖或看影片 所以例如說那種文字很多 其實我自己包括我朋友 其實會沒有什麼耐心看這些資訊 所以因為剛好我們其實 現在也還蠻多品牌 開始做一些短影的合作 其實也是因為這個關係 年輕人慢慢養成習慣之後 他會造成什麼樣的一些商業模式 譬如說會出現很多像這個說電影的方式 說書的方式 說雜誌的方式 大家能夠在那個很短的時間裡面 譬如說一分鐘學會什麼 或三分鐘完成什麼 這樣的一種挑戰 或者是內容的創作越來越多 讓年輕人很快就滑過 你可以從另外一個角度來看 因為我看的東西很短 所以我看的量就很大 現代人能藉此 獲取大量資訊很多元豐富 也能更快學習一些基本技能 當然利弊之間是一體兩面的 缺點的部分的話就是說 因為很多的東西的知識的累積 他事實上是必須要去內化的 如果只是快速就是一個印象 印象的這種過去 並沒有辦法很深入去了解 為什麼人家會這麼做 那這件事情的方法 跟他後面的操作的模式是什麼 或許我們就不會那麼細緻的去演練 沒有那個耐心去演練 很多東西的基礎功 那這樣子就會造成說很多的素食 好 腳踝 腳尖放輕鬆 記得核心的穩定 加油 好 再往下 這也快結束了 快結束了 上 好 加油 輕鬆呼吸 肩膀翻鬆 大家使用的器材圍成環狀 一種器材用30秒 30秒一到 就換站到踏板上休息30秒 循環間歇式總共繞兩圈 時間30分鐘 不同器材能訓練激勵和有氧 教練就在旁邊講解和協助各學員 連鎖健身房打出30分鐘環狀運動 而且不用預約 因為現在女性的運動我覺得最大的一個門檻 就是時間障礙 如果運動還要預約的話 其實會大大減低大家來運動的這個意願 跟時間上的這個限制 所以運動時只要在營業時間隨時來 看到有空位的器材或踏板 隨時就可以進來 就可以開始自己的一個個人運動 大家都有一個秩序 順時鐘每30秒就會往旁邊移動 所以你不用擔心旁邊的人在這台器材坐太久 你又不好意思提醒他 三十分鐘的運動時間讓你隨盜隨練 容易讓人養成運動習慣 也鎖定了忙碌的現代人 講求高效率的特性 高TP值在各個面向都看得到